在前天结束的中超比赛中,望周恒大4比0大赛归周恒风,中国男足大价,恒大前锋告林大金一力惊世骇俗的倒勾进球,一发全球媒体一片赞誉,甚至有媒体打出大标题,中国告 比肩巨星飞罗,在比赛中,恒大队热路船中,皮球正好飞到告林头顶,告林调整了一下,马上原地跳起侧身到沟坡门,皮球反弹后飞进球门,门将望球星探,这个进球不仅是上轮中超联赛的最坚入球,而且也引起国际足弹一派模板,毫不意外,几乎全球的媒体都将这个进球合欧冠决赛上 飞罗打进的那几道挂金勾乡起并论,媒体普遍赞誉中国男足也拥有了可以替美飞罗的实力派足弹巨星 西班牙埃斯报标题是壮观的倒勾,大国队报,的标题是个林精彩的倒勾进球,日本媒体足球底带,标题是这样的球,令人吃惊 南美足球保证BORI VIP的标题这个进球让刚刚结束的2018世界杯都感到寂寞,与本媒体更是粗 以十足的提到高林之前曾在亚冠中多次对阵日本球队,他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 就在世界杯期间,我国到台湾省媒体,就在电视上炮轰中国男足球员,说他们高兴低嘛,身材走样,身材就像一只白斩鸡 并且拿出了网友破,高林,冯小婷作为版面教材,没想到干过几天,高林就用这样,一颗金天的倒勾进球,为中国男足证明了他们并背白斩鸡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